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香港已經心死了 雖然我的觀眾 我看那個統計 以香港YouTube的觀眾為主 住在香港 至少他的登記 或者IP address在香港為主 雖然個別的人 我沒辦法在YouTube統計中 看到是誰 一定是私隱的問題 但是百分比來說 佔大部份都是香港人 但是我隨便說香港問題的時候 一般的反應都是一般的 香港人其實沒有興趣看香港的問題 我也要完全明白 你說的有什麼用 覺得感覺完全無助 無力 無奈 改變不了什麼 例如像朱凱迪選村代表 也被DQ DQ的理由 選舉主任說朱凱迪忍晦地 將港獨成為自決選項的其中一個 隱匯地 隱匯地都看到 其實朱凱迪的回應是 他不反對用和平方式去主張港獨 他不反對別人 他是反對港獨的 不過他不反對別人用和平方式主張港獨 這是和平方式主張港獨的言論自由範圍 如果一個人不反對別人說某些東西 例如我舉這個例子 當然我不是 譬如有些人說我不贊成同性戀 不過我不反對別人同性戀 也不行 因為在一個恐童的社會裡面 你不反對別人同性戀也可能是罪 那不行的 這是別人的個別人的選擇和言論自由範圍 所以你說不反對別人用和平方式主張港獨 都等於隱匯地支持港獨的話 大家就不用說話了 而且如果是這種連選選代表都要做政治表態 將來其實都挺可怕的 立法會議員要政治表態 我相信議員也要簽那個 要擁護基本法等等 又不是叫確認書 一向都可以簽 接下來考公務員用不需要 住公屋用不需要 業主立案法團用不需要 互助委員會用不需要 然後就說你考大陸 要正審才可以讓你考高考 或者要正審才讓你入大學 拿中門用不需要 為什麼拿中門都要 因為你花政府錢 你不可以罵政府 是不是 例如我在香港電台 拍《投票新聞》 五毛都是這樣說 你花政府錢 你拿政府錢 你為什麼要奉承政府 這是廢話 我們不給政府錢 政府有錢嗎 他的錢 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 亂評論 我是最討厭這些人的 不過天下間 你討厭多少 因為這種人實在太多了 所以如果將來你連拿身份證 拿特區護照 都要簽確認輸的話 我相信全世界 就變成沒有不表態的自由 好了 這件事沒有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香港人 我沒辦法不這麼說 有些本土派或者焦土派 就說這班是港豬 可能香港人會這樣 村代表而已 朱凱迪而已 都不會每個人都這樣 那種想法就是 因為一個人 漸然就會麻木 這個人而已 這件事而已 這個職位而已 所以你不會覺得重要 譬如說劉小麗被DQ 大家會覺得劉小麗 我都不喜歡她 她被DQ就該死了 做這些事 大家不會想 劉小麗不是代表劉小麗自己的一個人 是代表整個體制 整個制度出了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朱凱迪會被DQ呢 在這個村代表 我的說法就是 這個DQ是提早道理的 朱凱迪 應該 按正常 應該2020 如果他再參選的時候 100%他會被DQ 因為他也在 2016年的選舉的時候 講了一些 講自決 選項等等 跟劉小麗他們一起 發表聲明 跟眾志他們發表聲明 令到 這個 我想也是中聯辦等等 覺得應該早已動你很久 本來 等你2020才動你 但你現在提早參加村代表 讓這個特區政府 有一個可乘之機 問你很多問題 然後最後DQ 他不DQ你 他就不可以合理化 2020的時候再DQ你 因為 2018年的時候 你讓他參加村代表的選舉 大家到2020的時候就會問 為什麼2018年可以過關 2020的時候就不可以過關 但這個問題同樣要問 2016為什麼他能過關 2018就不能過關 OK 所以 不是說邏輯 不是說在跟他說完邏輯之後 他認為自己狗屁不通 特區政府就會讓步 這絕對不是說邏輯 這是其一 第二就是 為什麼他會 放心地 明目張膽地 寫一些歪理出來 DQ這個狗屁不敢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DQ完劉小麗 大家的反應 香港時名的反應 幾乎零 幾乎零 然後 反應零之後 大家以為DQ劉小麗會很生氣 民主派應該在保選中贏 都輸了 連續輸兩次 姚從嚴輸一次 李卓人輸一次 輸了之後 大家就爭論到七彩 Finger pointing 把手指著人家 又說你誰不投票 說民是罪人 輸了之後每一次輸 都令民主派 再罵一次交 再分裂一次 特區政府 我覺得林鄭的政治顧問都相當厲害 都看到他小 是嗎 換句話來說 我DQ劉小麗 那些人不生氣 李卓人輸了 那些人都沒什麼所謂 還幸災樂禍 招倒派 然後 大家完全沒有任何總結 沒有任何吸取教訓的 跡象 然後我就繼續要DQ 換句話來說 這些DQ的情況 會陸陸續續出現 大家預料都可以 因為預料 因為香港市民也預料了 他們沒有什麼反應 亦無力去反應 大家就問一個問題 看來政府不害怕 怕什麼呢 因為美國國會有一個報告 出來了 是不是 那個報告就 舉了很多例子 包括DQ 一些所謂異見的 參選人 甚至異見的立法會議員 這個例子 這個國會的報告 是要美國政府 留意一下 香港政策法 是否要繼續下去 留意一下 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是否要檢討 這個報告曾經引起 曾幾何時 引起特區政府內部 相當大的震盪 引起香港商界相當大的震盪 我說不害怕 DQ朱凱迪 又被人 拿多個借口 拿多個炮彈 去射你 拿多個證據 你還不是 變成一國一制 還不是要取消獨立關稅區 還不是要檢討香港政策法 對嗎 為何特區政府 完全是 害怕也不害怕這件事 照去呢 也有些人說 例如雷鼎明 怕什麼 我們背靠組合一帶一路 就行了 損失很少 取消就取消 有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說法 也在泛民支持者中 爭論不佑 爭論在報告來就是 郭榮鏗 公民黨法律界議員 星期五就要去美國 去華盛頓進行遊說 這個遊說在說法 出街後馬上引來極大的攻擊 就說什麼要做 你做為特區政府那份 香港政策法早已要取消 你遊說什麼要保留 不是跟特區政府做事 這些評論 其實我說連事實都未搞清楚 當然 網上不是一個廣道理的地方 網上也不是一個搞清事實的地方 郭榮鏗無論說到牙齒都出了 在報紙也寫了文章 他去說什麼 他也接受我的訪問 他說他去 其實將香港的現狀 將香港的現狀 譬如說包括 言論自由受到限制 驅逐馬海 DQ議員 搞國歌法 23條又殺到黎 等等 這些 罪行 慶祝難書的罪行 逐一去告訴美國政府 有些人說他們不知道什麼 寫你去說什麼 這也是 我覺得很 很魯莽的說法 因為你反對郭榮鏗去 所以就說這些 當然是不同的 看報紙 二手三手的消息 和立法會員去解釋這件事 用他們的版本去說 是跟特區政府一直掩蓋這件事 那個方式是很不同的 所以林鄭其實是很不喜歡這種做法 覺得郭榮鏗唱衰香港 但現在兩難的地方就是 郭榮鏗不是主張美國馬上要取消香港政策法 而是主張他保留這件事 保留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 難就難就在這裏 你可能就會問 香港既然這麼壞 勤論到這個地步 你怎麼能夠說服別人去保留這個獨立關稅區 保留這個香港政策法 為什麼 你不覺得你說完之後 別人要下令決心 要懲罰香港 一定會取消香港政策法 將香港獨立關稅區 剔除跟中國一模一樣 一個普通城市 對於郭榮鏗來說 難的地方就是這裏 完全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做法 我只要祝他好運 他能不能夠做得到 放在我們面前的 如果有關香港政策法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聽到兩極的說法 大家很情緒化 一極的說法就是 取消香港政策法 我害怕都沒有害怕過 我爛命一條 基層市民 是不是 你就取消 我現在已經是住劏房 薪水很少 你取消了 我最多就睡街 或者你猜他會解僱我 一定會有工作 反正我現在出到貼地 不會更差 這是一種說法 即是取消香港政策法 香港變成一個 跟中國一模一樣的城市 對香港的基層市民 是絲毫無損的 這是這樣的說法 另外不是 有些說法不是 我們理性一點 香港如果不是獨立關稅區 取消了香港政策法 很多香港的發展 就會受到疾愛 如果有心思 心平氣和聽 這個頻道的朋友 大家必須明白 香港不只是得住劏房的人 雖然他們很多 他們的情況急需要改善 但是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 是對外的商業城市 大家必須明白 是不是 有很多出口 有入口美國貨品 一些敏感的貨品 戰略性的東西 做科研等等 是不是 亦有很多去美國做生意 去美國留學 要請外國人來香港做學術研究 或者有其他商業活動等等 這些 都是要靠香港政策法 靠香港是獨立關稅區 然後才能夠暢順運作 我以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陸人 要簽證去美國 和香港人要簽證去美國 待遇是自然不同的 無論你簽證的條件 批出的時間 逗留的期限 你去那裏讀書 或者其他公幹等等 都跟大陸截然不同 你不可以說 我都不會去美國 我都沒有錢買機票 就覺得 取消就一拍兩散 這種說法 其實跟焦土派完全沒有分別 明白嗎 這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 在我的立論來說 非到逼不得已 我認為 香港 政策法這件事 是應該保留的 問題就是 究竟香港人 或者香港這班 政治人物 他用什麼方法 去 說清楚給美國知道 特別是 特朗普就是Who cares 香港不知道在哪裡 雖然在香港 他貧行破產的時候 來香港問富豪 賭水 談判過 但是對香港對他來說 真的不重要 不重要 在整個對中國的政策來說 倒反而 1月1日開始控制 美國眾議院的民主黨 比較關心香港 比較注重香港的人權 法治自由的問題 民主黨是比較講義形態 特朗普共和黨是比較講利益的 那麼是不是我們都可以 利用這些納粹 利用兩黨 政治中間的一些 他們的矛盾呢 讓香港有一個 生存的空間呢 是不是貿貿然說 我們一定要 自諸死地而後生 火鳳凰 我聽過很多次 化成灰準而後重生 同招土拜就說 全面輸了 大立法會總辭 香港市民就會起義 其實想法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 我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不過不知道 香港市民起義的方式會是怎樣 是否最後會打到底 革命到底 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民的政權 我在政治問題上 是相當現實主義者 如果大家這樣想 這樣的話 你自己處理它 我經常問一個問題 取消香港政策法 和招土派一樣 全面 集體總辭 將整個立法會 交給建制派 讓它越做越壞 而香港市民就會覺醒 一樣 都是招土派 覺醒完之後 第一是不是會覺醒 第二 然後呢 怎麼做呢 不是這樣說完就算了 我這位政治的現實主義者 一定會問 然後呢 這個問題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呢 你用這個 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兩週年